亚伯拉罕决定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今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来帮助我们把上帝放在生命的第一位 亚伯拉罕来自坦桑尼亚一个富有的部落 他是一个成功和富裕的人 他的部落马赛人以起牛群文明 对马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牛更珍贵了 当他们部落中的一头公牛死去时 他们通常会比失去一个家庭成员哀哭得更加大声和长久 毕竟一头公牛的价值可能超过一千美元 有一天亚伯拉罕听到了关于耶稣的教义 那是他在收听基督复林安息日会全球广播 随着他了解的增多 他决定在生活中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这时一切似乎都很好 直到后来他了解到十一奉献 对于他来说 这意味着他必须把一百头牛交给主 他的邻居和朋友们无法理解 甚至无法想象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已经疯了 然而和他部落的常识相反 亚伯拉罕明白十一奉献的真正含义 并将一切都降服于上帝 在他归还了一百头牛作为十一后 他的牛群立即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情况 他的牛开始产下双胞胎 奶牛通常一次只生一头小牛 但亚伯拉罕的奶牛突然同时产下两头小牛 亚伯拉罕曾献上一百头牛 现在他的牛比以前更多了 每个人都感到震惊 他的邻居们想和亚伯拉罕的牧师谈谈 去告诉他他们想归还十一 他的朋友们都很惊讶 想自己体验一下归还十一 对上帝对他的赐予 亚伯拉罕充满了感激之情 此后他决定不只是将十一归还主 而是将十一奉献和另外的百分之十归给主 他的牧师来拜访他 他把来访者带到牧场并开始数他的牛 一 二 三 四 五 当他数到第十头牛时 他只是一个帮手在他的耳朵上挂上标签 这样这头牛就会被留作十一 他说这一头是给主的 然后他数了第十一头牛 并告诉他的帮手也给他的耳朵贴上标签 这将是额外的百分之十 他坚定地说 然后他又开始从一开始数 上帝要求接受他为主和救主的人 献上十一和奉献 他们各有不同的目的 并且应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 因此任何超过十一奉献的百分比 都应该作为承诺奉献 这是一种定期和有系统的奉献 亚伯拉罕不顾朋友和邻居的意见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他的勇气今天同样激励着我们 耶稣舍弃一切救赎了我们 他的爱促使我们 把他的国放在生命第一位 当我们归还十一奉献和承诺奉献时 我们便敦促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